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正式的来织这件小鹰的眼白的部分啊 它看上去非常的圆,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六边形组成的 大家发现了吗? 由于我们在编织的时候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在边缘的部分啊,力度的控制会使它的有些位置非常非常的模糊了 有些是一些缘断的地方 所以我们完成之后呢,它看上去会非常非常的圆滤啊 给大家拿出来你就知道了啊 实际上它是一个六边形啊 我在底下然后割了一些我们不要的这些线放在中间的 但是你看,我们打开以后,你看它这个位置 看到了吧? 实际上呢,它是从这一位置起针啊 起完针之后,我们目前的五针 1,2,3,4,5 起了5针啊 然后这样往反,往反的直 一边直,可以行在两侧啊 均匀的加针 看到了吗? 可以行两变各加一针 可以行两变各加一针 一纸加着我们需要的直径 我们看到它的宽度 足够我们需要的这个数量了 然后就开始不加针啊 向上直着直 直着直之后 最后形成两侧 到底这两错已经对称的时候 然后再在这个位置啊 公立的再剪针剪针剪针 剪针之后 最后把所有身体里面在这儿收针 就完成了一个 简单的形状啊 看到了吗 由于它是一个自然形状的这样 像一个小碗一样的 所以我们到时候黄河的时候啊 会在它里边填通一些 我们不要的这些线线 看到了吗 填通在这里边 然后呢 在这同适当的位置 然后给它缝合上 之后把黑黑的这个 中间的瞳孔呢 给它缝好就可以了 听见了吗 好了 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始了啊 小姐以后也会跟大家一起缝上啊 现在我们先不着急啊 好的 我们也要去用白色的线啊 来织 但是有一点啊 提示大家啊 看大家的情况 如果啊 你在起针的过程当中 发现你的直径已经达到了我们需要的这个长度 然后你就可以少加几次针 这样呢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编织的手劲 以及你毛线的粗细 如果你的毛线比较细 你两侧你可以多加几针 如果不够细的话啊 然后就少加几针啊 这都可以 好 现在是第一针啊 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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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非常软软的效果 记住了吗 大家看啊 我这个可能反针啊 好了 遗憾的反针完成之后 再到正面啊 我们要给它支正针 同时在两侧各加一针啊 你已经知道了啊 我们每次加几次后 都在第一针和哪里啊 倒数第二针啊 看 第一针 下一次加几次的那边就在 倒数第二针的位置啊 看 就这一针啊 好 最后一针的原料给它 治好就行了 反面 没有约合变化啊 我们基本上 加针的位置啊 在反面 变化的很少 除非我特意讲 如果不特意讲的话 一定是 按照原料的真数之类的啊 好 我们把它摆在旁边啊 解析时 我们在正式 这一部分啊 再回到正面 依然是要加针的啊 加针的位置 你们已经熟悉了啊 在倒啊正数第一针和倒数第二针的位置来加针啊 我按对 在这个位置啊 再加一下针 面 面是没有任何变化啊 没有的 针数 针之好就可以了 好的 再次来到正面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之前起了五针啊 现在走了各加了两次针了 所以现在一共有四次针多了啊 总体的针数加起来一共是九针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稍稍的跟这一部分比对一下啊 还是差的啊 至少左右要差 一针到两个那样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继续啊 你自己针的时候也如是啊 我们一定要两个是一样的才好啊 再到正面啊 我们加针的地方 如果你的毛衣啊 你的毛线比较细的话 大家就多加几次针啊 如果比较粘的话 就少加一两次针 完全要根据尺寸来 而不是要说非常严格的按照 你的针数来啊 你看到啊 倒数第二针的位置啊 好了 然后我们再反面 给它好好的织完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经历了几次加针呢 经历了三次的加针 然后我们中间啊 我们左右会加了三次针 一共加了六针出来啊 也就是现在我们总体的针数加起来 一共是十一针了 大家看啊 它十一针以后是这样一个贴形 但是由于我们拉线的这个特殊的这种手法啊 和力度 所以它就使得这个位置啊 不是非常明显的这种 这种左右插开的这种像 批形一样的效果 看出来了吗 也就是啊 也就是啊 我那个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参照 我们来一个尺子来量一下它的宽度啊 也就是如果你用的毛线比较粗的话啊 如果你用的毛线比较粗的话 那么它的直径啊 比较这个位置大概是十一点五 十一点五米 在呆在这个位置啊 然后你多一点在这也行 或者在这都可以的啊 误差不要太大 只要超过十就可以在十一到十二之间都可以 记住了吗 你看到这个位置的宽度啊 就足够了啊 然后你看跟这个比肩也能看出来了啊 它们两个是一样宽的啊 看到了吗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要保持住这个帧数 继续往反往反的下降值 你看和它相比较的话 有意大利吗 我们至少啊 至少要再支这么高 保持原有的帧数啊 保持原有的帧数线上要支这么高 然后才能够达到我们一会儿啊 在减针的这种程度呢 记住了吗 好 我们现在就保持住这个十一帧啊 宽度十一厘米左右 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再加针了啊 我们要给它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往上走 另外有一点提示大家啊 由于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片状啊 它的反面相对来讲更加的细腻 所以我们要拿反面做回眼睛的正面 就是反针这一面啊 我们要做为眼睛的正面来编织的 所以大家在编织的过程当中 你要注意啊 保持你这一面 这反面啊 要非常的整齐 这个视频我不会做任何的删织 大家只要跟你一起编织啊 你一定能织成和我这个一模一样 圆圆的一个小鸟的眼睛 看到了吗 下一个视频我会跟着大家一起的啊 看我们现在已经完成到哪了呢 比对一下 比对到这儿了啊 大概再织一两行的 一两行的这个 这个十一针啊 不过任何变化 然后我们就到了啊 下边手中的环节了啊 大家下一个视频 我们一起来编织啊 嗯 我呢 不过任何变化 对